第三名春秋卫义公 都说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时代 可是卫义公怎么也想象不到 自己竟是因为养贺王国而出名 作为春秋时期卫国的国君 相传卫义公爱贺成吃 还命人给贺修贺舍 专人喂养花费巨大 许多人投其所好纷纷进现先贺 当时宫廷内外到处都是先贺 昂首阔步随处溜达 他上朝时贺长半左右 逛花园时贺又在身边翩翩起舞 每逢出游贺也分班随从前呼后涌 还可乘坐专门定制的宣车出行 分为贺将军 沉迷于贺的卫义公不理朝政 最终被北敌灭国了 形容殷小失大的爱贺失重这个成语 便来自于他 第二名辽天作地 天作地本名耶律衍玺 是辽朝的末代皇帝 流淌着七单血脉的他 天性喜欢打脸 而他最喜欢的宠物呢 便是鹰损圈的顶配 万鹰之神海东青了 体长56厘米 体重2000克左右的海东青呢 猎杀的对象可是体重高达10公斤的天鹅 沉浮于大窑的女真人 生活的地区盛产海东青 而天作地呢因为贪恋海东青 巧取豪夺女真的各种供品 最终引起各部组反抗发起进攻 天作地也成为了第一个 因为海东青而被灭国的王国皇帝了 羽虫三百有六十 神郡最属海东青 直到现在身价超八位数的海东青 依旧是敌拜土豪们的最爱 第一名名正德皇帝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猫奴嘉靖皇帝 就不得不说说他的兄长正德皇帝了 堪称猫奴plus 不同于普通的猫 他养的可是豹子 也不同于其他皇帝的猫儿房 他专门命人花费重金 修了一座豹房 光是看管豹房呢便需要240名勇士 而且编制正规相当于一个特种部队 每个队员呢还有自己专属的豹盘 除了养豹子之外呢 豹房后来还演变成了集住宿 餐饮娱乐为一体的休闲度假场所 除了豹子还有很多珍琴异瘦 更有穿着豹纹的各地美女和美男 现如今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 王府井大街附近的豹房胡同 便是曾经的豹房所在位置了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打个卡 记得回来给我反馈哦 这里是小小台学一个不一样的文播频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